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NPC问题的一个实例 那么我们这里考虑的所谓的ETSP问题 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变种 同样这里的E依然是指Euclidean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欧式空间或者欧式距离 同样的与刚才的类似 我们这里所有点之间的距离 依然是用它们之间的欧式距离来决定的 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下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条最近的封闭的路径 或者我们叫做环路 当然因此的话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变种 与原问题的变种就在于 它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完全任意的 从这一样讲 我们其实这个问题 也可以说 有可能会比常规的ETSP问题更容易 常规的ETSP问题 多数人相信是没有多项式算法的 那么如果在此前加了这么样一个E之后 这个问题是否可能会存在某一个 多项式时间的算法呢